最近打算搞派對場 場地就有了 但音樂方面一直都不知怎算好 你知道吧 如果沒有音樂很沉悶的 Rachel 你要開派對嗎? 是啊 其實我身邊這隻JBL Party Box Stage 320 除了可以讓你開派對外 還可以在戶外播歌 兼且拿回家聽歌仔在你家 還有什麼這麼厲害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搭載了JBL的喇叭特性 兼且可以讓你一度播歌一度唱K 之外還有一個DJ的功能 我覺得你可以玩一下它 好像挺合適的 讓我試試玩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JBL Party Box 320 因為它是專門給人在戶外用的 所以它的物料非常之硬 而且它的防水設計都落足了心思 絕對適合大家在不同的場景使用 喇叭正面可以看到它的大大的JBL logo 開啟之後就可以看到它LED燈的燈效 而LED燈圍著的就是兩個6.5吋的低音單元 而左右兩角就是一吋的高音單元 機身頂部可以看到它JBL的Logo 上面就是一個開關鍵 藍牙配對鍵 Aura Cast鍵 以及Baseboost的功能鍵 而左邊就是一個控制LED燈效果的旋扭 有幾款的效果可以給你選擇 按下去還可以關燈 右邊旋扭就可以控制大小聲 以及Play and Pause 對上三個彩色鍵 就可以即時播放一些預設了的特效聲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再對上四個旋扭分別就是控制 麥克風的音量、低音、高音和Echo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它可調節的手柄 就可以當行李箱拖著走 機背你會看到它的手柄 可以方便移動它 打開下面的保護蓋 就可以看到這個喇叭的輸入端子 而且它還很貼心地幫我們弄了一個小燈 在晚上用的時候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中間有USB插頭和Aux In 左右兩邊各有6.3mm插頭 左邊是用來插咪 而右邊是咪和吉他兩用 而對落是咪和吉他切換制和音量控制 最底有兩個增益調節的位置 還有Daisy Chain的In and Out 透過它就可以把多個Party Box喇叭連接在一起 而下面就是你電池的位置 最後就是低音氣孔和八字頭電源接駁位 在實試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技術規格 JBL Party Box Stage 320 是一隻便攜式藍牙派對喇叭 體積是335x669x385mm 它的重量是18.9kg 內置2個1吋高音和2個6.5吋低音單元 總輸出達240W 支援藍牙5.4折薄和AuraCast功能 亦可以透過USB播放MP3、WAVE、WMA以及FLAC等格式 搭載JBL Pro Sound以及AI Sound Boost的技術 可以分別增強聲音動態和清晰度 亦獲IPX4防水認證 總續航力有18小時 還可以透過APP進行進階設定 建議零售價是$4,299 JBL Party Box Stage 320的配對方法非常簡單 只要輕輕按藍牙配對鍵 再在電話開啟藍牙功能 做一個簡單配對就可以聽歌了 立即找一首歌來聽聽 剛才聽了Math的Text or Call 和洪嘉豪的黑玻璃 都發覺這個喇叭的節拍感非常好 尤其在聽Text or Call 這些節拍感比較強勁的音樂的時候 它的低音是非常自然的 它的量感也非常足夠 我都用了Bass Boost這個功能 真的有打心口的感覺 很有Feel 而洪嘉豪的黑玻璃是慢歌 所以可以很清楚聽到歌手的聲音 音樂不會比人聲大 兩者的平衡都做得不錯 實施完音效之後 當然要來試試官方專屬的應用程式 JBL Party Box 最頂頂就是你用哪一個型號 右手邊就是開關鍵 再下面就有電量顯示 下面就有它的樣子 接下來就有燈光控制鈕 和音效實驗室 裡面本身已經有六款不同的燈效 可以讓大家看到的 亦都可以自己控制一些自己喜歡的顏色主調 燈光控制鈕旁邊就有音效實驗室 裡面就有很多東西玩的 大家可以化身為DJ 可以即時為自己的音樂 加入很多不同的聲效 亦都有一些人手拍掌的聲音 亦都有一些人聲叫喊聲 我都覺得這個功能挺有趣的 可以炒熱氣氛 下面就是一些控制面板 可以控制你現在播放什麼歌 暫停播放的功能 亦都可以飛前飛後一首歌 還有一些音量的控制 在下面就是Top Panel Setting的位置 進去有兩個不同的設定 第一個就是派對按鈕 第二個就是燈光秀 派對按鈕就是讓你設定 機面上的三顆按鈕是用來播放什麼聲效 燈光秀裡面就可以讓你選擇 自己想要哪六款的燈效 旁邊就是一個麥克風的效果 一會兒我們都會跟大家試一試 它亦都有一些Preset的EQ 亦都可以自訂 下面就是低音增強的效果 有深層或者是強勁的效果 給大家選擇 產品設定裡面 亦都可以看到一些產品資訊 以及Firmware版本 最後就是跟JBL兼容喇叭 做串流播放的一些設定 剛剛提及了它可以用來接駁無線麥克風 如果大家喜歡唱歌的話 還可以另扣一套JBL PartyBox Wireless Mic 至於安裝都非常簡單 只要將無線Receiver 插入6.3mm的插口 再按鈕開麥克風就可以唱歌 我會唱歌的啦 I sit by myself Talk into the moon 沒氣了 如果大家開Party要招呼的人不多 又不用四周走動的話 都可以考慮它的弟弟型號 Party Box Club 120 它用兩個5.25吋低音 再加兩個2.25吋高音 而且輸出都有160波 加上它續航力也有12小時 應付一般功能和活動絕對輕鬆 而且它也有Aura Cast功能 只要按鈕 兩個就可以播放同一首歌 你玩了JBL PartyBox Stage 320 你覺得效果如何 我覺得它整體功能方面都非常完善 除了夠大聲可以輕鬆填滿整個Party空間之外 都有很多不同搞氣氛的小功能 無論是搞音樂活動 又或者是普通活動都非常夠用 多謝你的介紹 最緊的幫到你 說回這隻喇叭 我覺得它最令我深刻的地方 會是它可以除了搞Busking 或者是可以幫手搞這個功能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個DQ功能 變成除了做一些大型活動之外 就算用來聽聽歌 其實效果也算不錯 我最欣賞就是它有很多不同搞氣氛的小功能 如果當時現場的氣氛不夠熱烈的話 都可以拿它來 warm up 整個現場 立即都可以醒神 希望你可以順利完成任務 多謝你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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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